各位觀眾午安 我是周宇如 今天新聞來關心最新的天氣動態 持續受到西南風沉降增溫的影響 全台幾乎都熱得非常有感 尤其現在中午時間外頭真的好熱 其實一大早台東已經出現了焚風的狀況 在泰馬里在一早飆上了39.5度 而目前氣象局也持續對於花蓮 還有台東發布了橙色的高溫警戒 在台東是有機會來到38度 而且才一早已經飆上了39.5度 而在花蓮的部分 則是有機會連續三天飆36度 而在黃燈警戒也要特別注意 主要是雙北市還有基隆以及桃園 高溫都是有機會來到36度 提醒大家下午2點之前 外頭溫度都是偏高 出門一定要特別當心 而下半年的溫度也提醒大家 其實全台高溫都來到了30到36度中間 而南台灣是因為有降雨的關係 所以高溫是比較上不去的 其他地方溫度都是偏高的 體感溫度也要特別提醒大家當心了 因為體感溫度會比氣溫高個1到2度 甚至2到3度更高 北台灣體感溫度偏高的地方 一定要特別當心 是在雙北市基隆體感都有機會飆到41度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而中台灣台中彰化南投 體感也只有機會來到39度 而平等體感雖然只有34度 但是也是比氣溫高個4度之多 而東台灣的宜蘭則是體感40度 請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就減少戶外活動 否則一定要補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而接下來就是要提醒大家 還是會有些降雨的狀況了 因為現在吹的是西南風 所以在迎風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西南部 很多地方都是會降雨的狀況 另外午後一些沉降增溫的影響 所以降雨的部分 其實在山區還是會出現降雨的狀況 而禮拜三禮拜四這西南風增強 到時候雨可能會更大再更明顯 請大家要特別當心了 而接下來就是要提醒中午時間 外頭紫外線真的是非常的強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其實都紅通通 或者是紫爆等級 很多地方紫外線都是來到了過量級 危險級 請大家出門一定要防曬補充水分了 而最後在空氣品質的部分 其實今天空氣品質圈台 都是普通到有良等級 如果出門可以大口深呼吸了 最後來關心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方的部分基隆32到36度 台北32到36度 新北市同樣32到36度 桃園33到36度 新竹苗栗32到35度 而中台灣的部分 台中32到35度 彰化32到35度 南投高溫34度 雲林嘉義30到34度 都要留意午後一些降雨的狀況 而在南台灣的部分 台南28度 高雄27到28度 屏東28到30度 降雨機率偏高有50% 而在東台灣的部分 宜蘭31到34度 花蓮31到33度 台東31到33度 而最後外島的部分 連加29到31度 金門30到32度 澎湖29到32度 而最後天氣小叮嚀 其實這幾天的天氣形態 都蠻類似要留意的 就是高溫的狀況 恐怕會持續5天左右 另外體感溫度 像我們剛剛有提醒到 像是在雙北市 基隆體感都有機會 飆上41度 要特別注意 而禮拜三禮拜四 南部的雨會再更大 請大家一定要留意著 天氣變化了 以上是這一節的五檢起祥